在婚礼居行過程中 然後聽見後邊有人呼喊 然後隨後跑過去 一開始發現一名患者躺在地上 四肢抽出牙關禁筆 並且發現患者嘴角有閒血雨除 在搶救了大約有三五分鐘以後 這個患者的電心發作還是沒有結束 但是面色是越來越清紫的 而且發現他的呼吸是不規律的 再一看他的瞳孔是有點散大的情況 這個時候我們就考慮 患者是一個電線大發作之後 分泌物卸到梗阻引起的灰心套的驟停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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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